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性情秘语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冰箱磁铁的藏宝图,寻找冷藏的爱意 二,椅子下的纸条接力,日常中的情感马拉松 三勺子的交换仪式,共享甜蜜的味觉之旅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冰箱磁铁的藏宝图,寻找冷藏的爱意 在探索现代家庭的神秘领域时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种古老而强大的文物,冰箱磁铁 这不仅仅是一块磁铁,而是一张藏宝图,指引我们发现冷藏在钢铁门后的爱意 首先,让我们来解读这张藏宝图的第一层意义,家庭旅行的纪念 每一块磁铁都代表了一次家庭的冒险,从远租到海滩,从博物馆到游乐园 他们是家庭成员共同经历的证明,每次经过冰箱时都会勾起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 这不仅仅是磁铁,这是一次时光旅行,进入藏宝图的第二层,我们发现了孩子的艺术作品 这些作品可能不会在卢浮宫展出,但在父母的心中,他们比达分歧的作品还要珍贵 每一张涂鸦,每一个手印,都是孩子成长的印记,被冰箱磁铁的魔力永久地保存在这个家庭的展览厅中 然而,藏宝图的最深层含义,是那些被加在磁铁下的便条 这些可能是家庭成员间的爱的小信息,也许是提醒,也许是鼓励的话语,或者只是一个简单的爱你 这些字条,是家庭成员之间不言而喻的爱和关怀的证明,是冰箱磁铁最珍贵的宝藏 在这张藏宝图中,每一块磁铁,每一张便条,都是家庭故事的一部分,共同编织成一个温暖的家的画卷 所以,下次当你经过家里的冰箱时,不妨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些磁铁背后隐藏的故事 你可能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堆磁铁,而是一份冷藏的爱意,等待着被你重新发现和珍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椅子下的纸条接力,日常中的情感马拉松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在不经意间编织出一幅温馨而又复杂的情感图案 其中,椅子下的纸条接力便是这样一种现象,它不仅是一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马拉松 更是一种深藏在日常琐碎中的温暖传递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平凡的上午,推开教室的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或学习 当你拉开椅子坐下时,突然发现椅子下夹着一张小小的纸条 这张纸条可能来自你的前任座位主人,上面写着一句简单的问候,或是一句鼓励的话 甚至是一个谜语或一个小笑话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瞬间让你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这种椅子下的纸条接力,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 它不需要太多的规则和约束,只需要每个人在发现纸条的时候 都能以一颗愿意分享和传递正能量的心去写下一些温暖人心的话 然后再次将纸条藏在某个不经意的地方,等待下一个人的发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接力不仅仅是纸条的传递,更是情感的传递 每一张纸条都承载着前一位传递者的情感和祝福 而这份情感和祝福会随着纸条的传递一直延续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即使接受者,也是传递者 共同编织出一张无形的情感网 有趣的是,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深层次的需求 对于连接和归属感的渴望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依赖于电子设备 真实的人际互动逐渐减少 而椅子下的纸条接力,恰恰提供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人际连接方式 让人们在匆忙的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他人的关怀和温暖 当然,如果我们将这种现象放在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来看 它其实也是人类文化中流言传统的一种现代演绎 从古代的石碑课文,到中世纪的手稿编著,再到现代的网络评论 人们总是试图通过留下文字的方式,与他人建立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联系 而椅子下的纸条接力,无疑是这一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有趣体现 总之,下次当你无意中发现椅子下的那张小小纸条时 不妨也加入这场情感马拉松,用你的文字继续传递这份温暖和善意 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点点的确信 在某个角落,总有人在以他们的方式,向我们传递着爱和希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勺子的交换仪式,共享甜蜜的味觉之旅 在探索人类文化的奇妙旅程中,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传统 它们不仅展示了人类创造力的无限可能,还让我们对共享这一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 今天,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传统,勺子的交换仪式 这是一场关于味觉共享,情感交流和文化传承的甜蜜之旅 首先,让我们回到几个世纪前,当勺子还是西汉物品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拥有一套完整的餐具被视为一种奢侈 因此,勺子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工具,它还是一种珍贵的礼物,象征着对接受者的关爱和尊重 想象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两个相爱的人互赠勺子,这不仅仅是交换了一个实用的物品 更是交换了彼此的心意和对未来生活的共同承诺 随着时间的推移,勺子的交换仪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文化现象 在某些文化中,勺子被精心雕刻和装饰成为了一种艺术品 通过勺子上的图案和符号来传达特定的信息和祝福 比如,在威尔市,男青年会雕刻精美的爱情勺,作为对心上人的爱意表达 这些勺子上通常雕刻有心形,锁链和钥匙等象征永恒爱情和忠诚的图案 进入现代社会,勺子的交换仪式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普遍 但它的精神仍然在某些特殊场合得以延续 例如,在一些婚礼上,新人会交换定制的勺子,作为对彼此承诺的象征 在友谊和家庭聚会中,共享一把勺子吃甜品,成为了一种增进情感联系的简单而又深刻的方式 现在,让我们以幽默的眼光看待这一传统 想象一下,在一个现代家庭的晚餐桌上,父母试图向孩子们介绍勺子的交换仪式 孩子们可能会好奇地问,为什么要交换勺子,我们不是都有自己的吗? 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拿着勺子玩起了星球大战 把这个古老的传统变成了一场现代的光剑对决 总之,勺子的交换仪式是人类文化中一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它不仅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了在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下 人们如何通过简单的物品来表达复杂的情感和价值观 所以,下次当你在想用甜点时,不妨想一想 这把勺子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故事和意义 或许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勺子的交换仪式 用一把特殊的勺子,向你的伴侣或家人传达你对他们的爱和关怀 也许在家庭聚会中,共享一把勺子吃甜品会成为一种有趣的互动方式 无论如何,让我们珍惜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传统 用幽默和温情的眼光,去发现其中蕴藏的甜蜜和意义 最后,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传统或者仪式 你们觉得这些传统背后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你们的观点和经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